大家好,我是蓝烟,欢迎收看蓝烟解说三国杀国战 怎么赶紧的看视频,我们今天这期主要看一下蜀国 我们第一排录像由依趣低调Kill三国主玩家提供的 我们选了两个妹子,一个云妹,一个这个叫这个女汉子 这种六号位,六号位上来刷伞,刷伞,放大嘴 刷伞,放大嘴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一种习惯 除非我们自己玄奖狂,有大嘴,有大嘴把它给灰掉了 那你就不用刷那么多伞 不过我们一张杀没有,是不是打算到时候蓝蛮来了 怎么只尽量具象 我们上甲装备挺齐全的,居然挂了个藤甲 我们这个手不够烧,摸不到装备 你别说一号位到五号位,人人有装备 唯独里面装备,这个我们反思一下 咱们这个手气到底咋样 然后这个五谷把两个蓝蛮全部开出来了 一号位一个,二号位一个 这后面没杀的,估计肉疼了 然后我们看来得亮了 要不亮的话我们 我说了,怎么这个人扛不住了 毕竟两个蓝蛮下来打点鸟血 又放一个蓝蛮 这个再放蓝蛮就不太下屋了 咱们还少握两个过头拆桥 等下,等下如果说,谁啊,我们可能要考虑把藤甲拆掉 这四号位,不带这样玩的 五号位,我以为是五号位也顺手签 然后就把这个勒布斯给顺掉 你知道顺掉有什么好处吗? 我们那到时候过个拆桥就不会去拆那个了 据说,嗯,去拆,我们就拆手牌去呢 没选择说去拆掉他加一马或者拆掉藤甲 其实说捆,火弓,就不幸打不死你,把闪扔掉 反正怎么也愚昧,当然我们其实应该可以双量的 因为你双量,防恐龙 就下架,和香香,香香,你居然还需那个远交进攻 这三血脆皮,还需远交进攻,就是这种后果 然后一个貂蝉,这貂蝉和河太后,这个属于太惨了 为什么叫惨,自己没想到捅了脑子 一个柴去拆,一个垃,垃到我们头上 没想到这个垃直接填判 然后许远和曾经打三血不卖的,怎么就不救了 不救就不救的话,不救吧 其实可以考虑救一下,救的话 我相信他到时候会来帮我们,说打,打魏国 甘夫人,甘夫人和,和关羽啊,然后一个黄中直接去中吧 直接中了,张和我们等一下有距离啊,有五六剑 这个是甘夫人特别为我们定制的 嗯,先直接九杀了,没选择,火弓是火弓不中的 其实我们应该把火弓给扔掉,留个顺手牵羊的 嗯,压他一血,试一血吧 当然李先生压他一血 嗯,针机和巡运的话啊,只能先优先杀黄中 黄中和马超,没什么防御 嗯,找关羽去虎,因为关羽这样你打不死,他有甘夫人可以回血 嗯,我们有赵云有龙胆,他还拿斧子罐,拿斧子罐的话,其实说比较消耗牌的 嗯,这连续中的两下,闪都闪不了 咱们拿冠石斧,这一回合咱们就不扫他,因为他手上肯定有闪 嗯,然后咱们是打算下一回,这还有,还有吃了一个汤子 这一回合扎下去,可能效果并不明显 咱们让黄中去中他,黄中去中王之后,如果来九的话,咱们直接九斧子罐 灌他,还真有啊,那这一斧子肯定灌下去了 嗯,这个,这个蓝蛮,这个蓝蛮也是,这是神牌 这么多脆皮,都是被蓝蛮给打残的 员蒙,这个是,不能够,员蒙是,可能是招了四号位的 嗯,背了四号位的锅,我们是拿着,拿着铁锁和火锅 打伤了员蒙,然后徐云一个点杀 啊,徐云可能想法很,比较简单,其实说到,到后期呢 如果真要说,你要觉得魏国不多的话,你就不要,对着三七不卖的 把十里了打,嗯,我们这一盘,是有三七八却,神经花心萌,神经花心萌 这一位玩家提供的,这可能马带,马带,马带的技能和身份呢,没什么区别 这个我一直没做,其实录像我一直有,只是没拿来看 嗯,要么,我们再介绍一下,把这个魔牌阶段 这个属于魔牌阶段有技能了,准备阶段,这个是准备阶段 开始时,你可以进行判定,然后你选择距离唯一的一名角色,直到回合 直到回合,嗯,直到回合结束啊,该角色啊,不能使用和打出啊 怎么判定结果,颜色相同,这个颜色已经是黑或者红,草草的话,有陶也不能救 怎么直接把他的陶给屏蔽呢,怎么是因为上来直接判了一个红 嗯,什么也不叫判吧,其实是,我看一下吧,前面也没注意啊 嗯,前夕啊,这门是判定,判,这也是判定 那个现在马上那个就,你觉得下啊 嗯,当然这个判定其实司马是可以改的,司马和张甲是可以改的 嗯,不过也就是说咱们有庞土,有裂盘,咱们所以啊 然后这个永绝,永绝,给那个永绝的技能给咱们,既然给了咱们的话,咱们这个 连环可能就不能先用了,一旦你先用的话,你这个永绝,这杀就不能够拿回去了 嗯,甘妇人,甘妇人,这蜀国啊,这个女,女性要当家了 嗯,这蜜妇人已经跳起死掉了,变成一个士兵了,只只单吃老猪狗了 嗯,一个甘妇人的话,和小胖子存辅助啊 嗯,那打无锡的,打无锡,铁定啊,其实我也不是,铁定就是鼠嘛 嗯,这个乱舞开出去好像效果并不是很明显,自己这笔也没必要看了 直接给,直接打下架,你现在已经跳鼠了,你,你还什么看的 你直接种下架,种出一周态了,盼杯哥,然后我们永绝 永绝让他把杀拿回去了,这黄中,就是黄中 特别是黄中胃炎,还有张飞这种,张飞,张飞吃杀比较吃的比较严重 嗯,咱们先杀,只能先杀,再拿回来这一张杀,然后一乐 嗯,顺手啊,顺手的话,没顺,其实的话 嗯,咱们其实应该顺一顺不大,只能,其实还真不如看独菜一刀 先喝酒,然后吃菜了,吃菜的话,这断长老猪狗就是两个白板 嗯,一个技能都没了,嗯,一个断长,一个跳井呢 本来就,就说了,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常说的 以前,以前一直在讨论,一直在讨论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变成两个,两个白板了 甘夫人和,和老诸葛,这个就是,就是两个白板 什么技能都没有了,那我们倒是,倒是有个扭绝可以让他把杀拿回去 嗯,那个那个,这个老猪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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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回来把神器掉 你要来砍就砍吧 反正咱们也裂盘 四个人不断杀 这绝对是四个人不断杀 那杖八派出去应该也是 我觉得也是可以拿回去的 黄中 黄中的话 你看这是两个人 四个人不断杀 你有时候断杀是神级这么一有永绝 这张杀就是神派 直接不管什么派 先杀了再说 杀完之后拿回来 小杀只能强行 强行不死了 有时候别人断杀是神级 咱们断杀就不是 就不是 根本就不要考虑断杀这个问题 当然对于黄中来说 这个技能狗我们有时候 嗯 关键时候不好 因为关键时候咱们要依靠 依靠铁鼠 铁鼠去打输出的 实际上是有点限制我们 然后 然后这个亮点就是这两个白板 一个跳紧 一个断杀 什么技能都没有 嗯 这个是队有一个永绝 永绝的话是属于啊 属于我们 我们的技能 而不是他的技能 嗯 属于团队型技能 然后 我们这一盘 由378去杜小唐州网家提供的 上来想想什么鬼 去打我们 好 我们合理拼了 咱们不拼不是人 嗯 顺手切羊 一代狼 嗯 闪就不要了 咱们反正就是打一波的武剑 张飞正亮的就是打一波的武剑 一个祖蓉 来 有本事来弹我们 我们就不怕你不弹了 然后一刹 跑他 嗯 不要久刹 你等下不要 他还是弹了一下 最后啊 留了最后一张牌子弹祖蓉了 弹吧 嗯 这个 其实说啊 其实说 小乔 小乔已经是一个火死人 准备了 糟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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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话 有个这个永绝 因为说有时候我们黄云云可能输 当然我们一张飞不一样 咱们先杀和后杀没区别 嗯 给他拿回去 然后 刘备 刘备应该是比较了解永绝这个技能了 你不管什么牌 你先出一张杀吧 先喝酒 这张杀就拿不回去了 你必须使用的第一张牌就是 这杀不允许使用别的牌 当你 当一名角色与其回合内使用的杀 结算结束后 若其与你 视力相同而结束属视力的人 然后他后面有个且 此杀为其 于此阶段内使用的第一张牌 已经限定死了 只能是第一张牌使用的必须是杀 然后咱们不要和他拼杀 反正明显拼不过 你拼他跟拼杀干嘛 没觉悟 真是没觉悟 嗯 咱们先杀 然后咱们先开万剑 你先杀 到时候还能杀二刀 比如说准备有张飞可以杀二刀的 反正你说万剑先开和后开 我觉得没区别 但是你先杀和后杀 这是有区别的 咱们可以杀 那一张杀拿回来 可以多杀一刀的 这搞的已经没办法杀不了那一刀了 然后打无线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 还少成 这 少成 再加极致 瞬间 感觉咱们从一张牌变两张牌了 你拼吧 拼了 应该来砍我们了 你这个 你是不砍华与英是什么鬼 你去砍那个 砍那个 砍 砍那个 讲完废一是什么鬼 刘备 你看这个刘备技术比较会的 先杀 杀完之后再忍得 然后咱们先杀 不要先无中生有 你看 那属于概念不清晰 一个技能给你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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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用废呢 当然了 这个亮点 其实在咱们这个黄运鹰和张飞这把刀 持心双骨剑 打出多少排排差了 然后 没了嘛 买了之后 剩下怎么一换帐疤了 其实应该可以考虑说开蓝蛮 然后 直接蓝蛮也甩掉了 其实可以考虑开蓝蛮 你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那个 不用担心 担心你队友的问题 咱们脏八 最后 脏八两套 把人砍 你再不死我们还有两套把你拍死 当然我们这个所谓败家的做法 刘备 刘备说的这个话没错 所以这点 咱们还是得承认咱们有张飞的情况下 怀疑营那张 那什么锦囊 就不要急着 急着 急着 急着开蓝 直接先杀 杀完之后把那张杀拿回来 不省一张杀吗 嗯 看这个吧 看这个 小月亮 二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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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啥 以特里呀 意大利 嗯 小月亮 五号位 这个 老祖格 老祖格倒好 抢个少量 反正老祖格抢少量就少量吧 嗯 少量还是再次提醒大家 少量不是那么好抢的 这些人反正是无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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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少量的 只要不是同十年 管他强弱啊 一顿子一顿子揍呢 嗯 现在可能有些人说 老祖格啊 那身份局 老祖格说强度不高 但是谁都不愿意坐在老祖格下讲 这个不得不承认 嗯 嗯 这学生没必要去打老祖格的 你去打老祖格干嘛 你能打死他那些水平 你能打不死 你还坐在老祖格下讲 你日子不好过啊 嗯 六号位 六号位开个万键 你出了一个孔荣 这个 然后想顺加一码 不让顺 不让顺的话 孔荣顺不顺这个加一码 其实说问题不算很大 因为孔荣前期不怎么不怎么怕人砍 然后我们的话抢一张闪吧 怎么抢一张闪 嗯 看来是想打算发南蛮 这个打持久战 老祖格拿了一个决斗的话 应该是手上有糖 既然说手上有糖的话 这学生的牌被看死了 绝对被看死了 嗯 老祖格手上还留了一个决斗啊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的话 这个肯定不会动 然后换了冠石斧 换了冠石斧的话 留了一个一弹 一个无限 这个也说三血 三血将军是压力大 七号位 七号位把孔荣一热 然后孔荣离仗 每个人发一张 每个人发一张 这个有点坑的 当时孔荣的礼仗 有时候坑老祖格的空城 所以他礼仗的一张牌 是好是坏 这个就不好说了 老祖格开个南蛮 有没有说 其实你发现没有 其实说 大部分 这里面三血将 咱们属国占了两个 老祖格在和小祖格 然后一个独菜和孔荣 一个三血将 其余的都是四血将 太实 太实 还拼点 九杀谁呀 九杀名将 这个属于典型的不会玩 你去 去 去九杀孔荣干嘛 你打算吃菜吗 结果这个老祖格的 手上一把伞 这么多伞 没什么 没中一下 嗯 其实呢 其实说 许胜如果真的想 真的想打老祖格 你就直接 啥虾假 你火扇子嘛 第一下 大不了 大不了说 这个属于只会打名将的 就死的快 真是死的快 然后我们落一号位去跳一个飞群 因为一号位掉了 就救了一下孔荣 孔荣和独菜 也就是说一号位 这孔荣还 现在现在不理让 不理让 给一号位 没有问题 嗯 啥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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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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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一个飞窝 因为当时是 许胜去砍了独菜 咱们是打算开始那样的 然后 再过和拆墙 然后 我再一 再决动啊 然后 咱们应该说可以先一旦老下 嗯 可以量八阵了 这个时候量八阵的话 可以多摸两张牌 然后直接砍了 判了一张方片 判了方片好 判了方片的话 我们这回合 封一回合 算了 下一回合打算接着封 嗯 判一张方片 没啥用了 判了方片的话 被热 除非你能 你说 填判 要不然的话 你拼无限 我们 谁给你无限热 一个激灵 嗯 这个甘夫人和老诸葛 知己知彼 看一下夏家 在屋中深游 然后呢 你的牌子控不住了 再知己知彼 看了个遍 然后 再 把下甲 把他的下甲也说 我们的上甲给拼住了 嗯 小顺 门都没有 无限 嗯 没怕 没 没 没量小猪狗 其实说上回合 这回合肯定要量小猪狗了 嗯 算什么 算连弩 还算手牌 再顺 嗯 再一个决斗 怎么顺个人王盾干啥 其实应该可以考虑顺连弩 或者顺手牌 嗯 这个铁锁来了 铁锁来的话 那把老诸葛都给解掉 然后呢 怎么还是火伤了几年 少不死 可能又要配方判贝哥呢 炒花的话就随便弃一下吧 嗯 下火盾 下火盾的话 怎么打算怎么搞 然后直接还是开始烧 看来还是不敢吃菜 他们也没必要吃菜 嗯 烧一下 烧一下五号位 嗯 看一下牌吧 反正一张杀 这个是有越近 这肯定是有越近的 也说七号位应该是越近 嗯 刘备和张飞的话 不要去杀下火盾 没觉悟 你直接吃菜呗 然后你干嘛 找吃菜多好 然后调戏一下 应该会断场刘备呢 不会断场张飞呢 张飞他已经仁德出去了 也没什么战斗力呢 神权和甘霖 九杀应该会带上我们 这个 制衡呢 财呢 嗯 随便他杀吧 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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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近在下火盾那里说出了 前面还以为 越近藏在 藏在七号位呢 七号位是一个无果 这个远交进攻 火攻 这两个人他都在铁锁上 怎么又被钢了 还击到杀人 知己知彼看一下吧 反正不看白不看 九王三 嗯 火烧的话 烧两下吧 第一下 然后再烧一下的话 他还是一张方片 烧不中了 他们只能去烧夏侯敦了 嗯 可以去考虑烧一下夏侯敦 看一下他什么牌 嗯 又把我们给弄了 孙权为什么不制衡呢 制衡 把简易码制衡掉 把老猪狗那刀给拆掉 你一张闪能顶多久啊 白哥觉得给拍死呢 都什么时候呢 还拿着说 加一码那种牌当做宝呢 你要我的话 那加一码 简易码什么 该制衡的全部扔掉 找牌去打死刘贝 所以才是 才是 才是 才是王道 你拖得越久 拖得越久 对你们 人少越不利啊 嗯 这些人打牌都不知道 不知道你的觉悟在哪里啊 你只被温水煮青蛙给煮死了 哦 怎么还 最后一盘吧 这盘还是由先前那位王家一起提供的 我们选蒋费和小猪狗 选蒋费和小猪狗的话 嗯 这个 我们的话 甲费和小猪狗防御不错 然后司马和真机上来就比较狠了 咱们上来就开始烧 这个不要 不一定所谓挂张麻草的时候咱们可以看破的 那你手牌 手牌的话没溢出这个刀就没必要 不要挂出去 挂出去 并不 并不是很合适 然后的话我们有杀机出伤了 然后不要 这个给自己 我以为他给我们打无线 你要给我们打无线 我们是连赢的 你给我们打无线 嗯 真机和司马的话上来 就说手量并没说打出过多的输出 反倒是被 被后面的人 本来说你的优势就是说先手压制 结果没想到被后 后 后面 后面 嗯 后手的人 把他给打残了 这司马和真机如果长得好的话可能好打一点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都开稿了 然后怎么看破 嗯 直接开始手成了 开弯键的 看就不是什么好鸟 不太像我 肯定不像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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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吾打吾 吾 吾 혼 混 吾软给 赚了只赚了 赚了两张牌 过车斤净又 一克 裸那酒清九 空 喝 然后国之生进 在民神喜 周瑜的话怎么就不用打了 周瑜的话你让他晾那里 他贴定帮我们去去 然后我们一给周瑜导谢 这一直 social 会比较小卫 这余的话去打理个上甲吧 自记自笔 看一下 徐玉 曹操明显的是典型的魏国大法 趁着别人脱口的时候赶紧统一道 还给别人贴个乐 顺 荣女三思 把刀第一 优先把距离给下掉 然后下手牌防止他爆发 整机 一旦配向石马 就是天天都来大姨妈 一判一个红 石马只能把自己手牌改出去 改完之后一拿回来 没有区别 然后九杀 还改 牌也多 改就改了吧 我们也 不是很虚 然后 生气了两张伞 也是最最最的 改吧 留了一张红 卓瑜直接离线了就不用救了 不用管他了 死了就死了 没必要在他身上浪费桃子 这卓瑜的话 其实应该来说上一回合 应该亮太史词 然后杀不动了 卓瑜杀就会杀 你到底想杀谁啊 目标不明确 这容易容易容易 容易 走走 走到岔路口上去 然后周泰 打了 扛了多少点伤害 其实打不死 只能说 你的顺 曹昌 如果我是曹昌 一早就开始盯着一个人打 比如说周泰 比如说徐胜 比如说甘霖 和孙权 你就 盯着孙权和甘霖先打嘛 因为他先行动 你揍他嘛 结果你左一抗又一抗 最后砍到周泰身上 周泰势力 也被你砍满了 砍没了就算了 还要砍成一个僵尸 四面都是谁 这个时候没必要去砍屋 这没必要去砍屋 你这个时候 你说吴国也有优势嘛 明显没优势 而且这个时候 吴国还是烈势呢 吴国已经被魏国给压 已经给压制了 接到杀人 然后接到自己 也是欠奏 我们不要去顺周泰 千万不要顺周泰 在那时候吴国已经排不多了 先拆加一码 再冰 那你如果先想冰 冰那个的话 冰炒的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 把增机的手牌给拆掉 免得说增机手牌 到时候有炒花 给他改 庞德的话 不动了 庞德这个时候 最好就不要动了 那个闪血的庞德 你的虾 虾咪洞 他手上还有 还有 史玛手上还有一个 那个史玛手上一个顺手牵羊 怎么还是 还杀了这一刀 然后挂戒一码吧 我们还是挂戒一码吧 其实不能说 挂孙权 去拆 去拆那些什么 无关紧要的装备 孙权拆的 还真正确的 你们要不然的话 如果不拆孙权 孙权不去拆刀 你们挥挥挥挨刀 你挨不起这个刀 你要说孙权去拆那个 去拆 去拆手牌的话 好是好 但是并不是 特别放杀 你本来两个人都比较脆皮呢 可能再看破吧 看破其实手承 你就不要给周泰看破了 反正轴态反正找我们取火 反正我们能够能够连营 砍吧 砍轴态吧 只看你什么时候 再砍死了 砍了这么久 终于砍死了 不容易 扛了多少点伤害 从四血到六血 这个这个 最少是扛了十点伤害吧 一接招 然后九杀 必死无因了 司马也没那么多桃子 剩下就四人局 四人局最先出局的 肯定是司马和真基呢 不不说肯定吗 司马和真基 是应该会 会优先出局的 不说最先出局 优先会被被被三个人给文欧打出去 然后咱们和庞德 进单挑的几率比较大 或者说哪个人 残了 咱们还是选择去杀那个人 去杀司马去了 然后这个街道杀人 强行啊强行要庞德 一定要把他 因为他逼着他去砍司马 孙权孙权不会再拆了 孙权的状态没起来之前 他肯定有自己的小算盘 四人局 四人局的话 咱们如果咱们不打司马和真基 咱们还是砍呢 砍吧 好 冰住 这一弹了 咱们就没必要砍这一刀呢 然后如果咱们一弹了 其实可以考虑 把这个五六扔了 然后持行双骨剑 这个五六扔了干嘛 咱们持行双骨剑 还能调戏一下 调戏一下 调戏一下真基 或者说留寒冰剑 寒冰剑还能打一下真基 如果他不闪 司马他想不闪 咱们还可以打他手盘 看司马这回合真要爆发了 如果他要帮我帮我们去打 去打那个 去打庞德和孙权 咱们乐下七成 开个难门 反正他什么决斗又打 打不进来 拿走了 这个沈嘉仪给拿了 嘉仪马不能被拿 这嘉仪马也被拿 怎么感觉有点虚 周四 解释周四的话 我们还是过吧 没必要是开旺剑了 周四的话没什么强度 其实我觉得庞德可以亮了 把周四给亮了 亮了 你免得别人拆 你到底是不是画头 周四这个时候 其实是你续爆的最好时机 你就续一些冠军新牌 当然三血将续冠军新牌 也比较难 你本来就跟三血脆皮 九三好惨 被打残了 打得一血了 咱们也不怕冰 吃个糖 然后你如果想开桃源 就开桃源 不想开桃源 你就生气 这个冰对我们来说 不是特别爽 咱们也不虚 咱们不虚这个冰 剩下孙权的状态有点好 周四的话 没必要 没必要来砍小猪鬼 你砍到小猪鬼 你小心 然后走马 司马让他踏下回去 这是他的事 咱们不用管 这一回合我估计 估计的话 咱们开了个南蛮 这个锅吧 然后再开万键 这个是打算打一波 也弄死 弄死谁了 当然了 我们这个可能 可能说孙权会帮我们 把它闪电给拔掉 如果孙权不把这个闪电给拔掉 我们我们可能要 孙权也是够狠 直接九三把庞德给打出去 庞德本来说你不动 不去瞎搞 小猪鬼也不会打你 结果你自己要打小猪鬼 反倒是你有机会 进决赛的 最先把你打出去 你看咱们一旦没牌 也没啥嘲讽 那是孙权 十七吧 其实八卦没必要留 留一张沙比较好 到时候摸不到沙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看破吧 只能拿八卦去看破了 你留一张沙就没必要 拿着看破了 你猜吧 我们这个时候 如果能搞个加一码 捡一码 再一代了 也就进攻给孙权吧 其实 和自己救赏孙权 然后打上决斗 去拍死死马的 拆手牌吧 死马手上到底哪里来得逃 应该是远角进攻来的 如果打不死 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 打不死的话 准是打不到人了 其实应该来说 最优先 可能要搞死死马比较好 我们也不怕孙权和甘霖 来采杂们 孙权状态已经下去了 我们这一回合 应该算是做得比较到位了 至于说选谁做单挑 就看你自己的 看你自己的想法了 然后咱们这期视频 就录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感谢大家